调皮洗脑肩膊乱着我 怎么形容感受到什么 也许还无法形容 今儿个就让你们尝尝 我食衣烧鸡的美味 也不知道柿子这次 想要给我们做些什么好吃的 着火了 着火了 快来救我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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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本王的厨艺 殿下 没想到 你还有这一手啊 那 我们就动手了 你堂堂一个世子 吃饭像饿死鬼投胎一样 溜不溜人啊 可确实是好吃啊 不过 吃完这一顿 就没有了 下次再想吃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看你表现 去哪儿 去哪儿 现在就只有这一间房 殿下 你就和世子睡这间 我和馨廷睡外边 我不跟韩世衣一起住 他睡觉打呼 还磨牙 我同你们一起住就行 对对对 我睡觉跟打仗一样 五皇子 还是跟你们一起睡比较好 不行 殿下身份尊贵 怎么能跟我们一起住呢 我们这种仇人将就将就就算了 你们这金枝玉叶的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谁担当得起啊 这个老狐狸 知道我是姑娘 还故意让我跟五皇子一起 真是居心不良 那行 就这样了 赶紧试吧 明天还早起的啊 走了走了走了 早休息 早休息 好 虽然不是第一次同窗共眠 可还是觉得好尴尬呀 要不 要不找个话题聊聊 把他聊困了 我就安心睡觉 殿下 我认识很多漂亮的姑娘 回京以后 我都一一介绍给你 什么样的都有 你倒是很热心啊 没事 应该的嘛 大家都是朋友 殿下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有一堆缺点 蛮横无理 调皮 爱识小性子 特别爱说谎 原来殿下 喜欢爱说谎的姑娘啊 是啊 她骗我不会武功 从树上摔下来 也不自救 她骗我 不会文笔书末 在课堂上故意捉弄我 她骗我她是男儿身 我却以为自己是 殿下 你说的那个姑娘 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这边没有 也找不到 你还是换别的类型喜欢吧 就因为这个可恶的姑娘 让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明亮了 我害怕我以后再也遇不到了 你的美玉渐似又柔弱 调皮洗脑肩膊乱着我 怎么形容感受到什么 也许还无法形容 我不懂不问 等下 韩十一 你这是在干嘛呀 你可不能喜欢他 殿下 你别这样 时宜 你心里有我 殿下 你误会了 我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刚刚是没反应过来 才让你有机可乘的 如果你不在 你不在意我 为何刚才回忆我 嘴巴可以说谎 但身体不会 看着哪有能如何 不问的错 也许就无法形容 只有我们 能夺 殿下 首先 我真的不喜欢你 希望你不要抢人所难了 其次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便不再骗你 我便不再骗你 从我成为世子之后 韩芸娘就已经死了 我是韩十一 这辈子都是韩十一 我从未想过要恢复女儿身 所以 希望殿下收回对我的心意 十一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身份 你会在意我吗 殿下 没有人过 我这辈子 就只可能是韩十一 那如果有一天 我能让你恢复身份呢 世界上有那么多好姑娘 你为何偏偏缠着我不放呢 如果我的王妃不是你 我宁愿不娶 所以 殿下的意思是 回京以后 你要向皇上 告发我的女儿身吗 我在你心中 就是这样的人 如此 那便多谢殿下 十一 我知你心中有我 你只是为了守护韩家 不得不放弃感情 你等我 等我坐上皇帝那一天 你就能恢复女儿身了 我